Zither Harp 武汉飞烟疫情全球蔓延 重创经济 其实当年台湾爆发SARS疫情也是百业萧条 但这家店却很不一样 门庭若市 SARS疫情反而让他们内势崛起 因为民众想要提高免疫力 向重酸辣口味的泰米菜 老板奋斗八年 周年翻身 那段日子常常一天只赚一两千块 那八年她也都只睡在店里头的椅子上 即便如此 始终没放弃 而且不断地磨练厨艺 两个妹妹也力挺一起打拼 互相鼓励 总算苦尽甘来 才到进门 就闻着独特南洋香料味 铺客筷子冻得飞快 背盘狼藉 痛快用餐的身影 老板娘李美玲看见后 越忙越起劲 是虾酱 用虾米搅 里面只有一个洋葱跟油 泰国的经典酱料 虾酱 她自己做 一匙一匙加进去 颜色不比外头的鲜艳 但因为用料单纯 最能够出虾米的咸香原味 高丽菜 虾酱 李美玲坚持加入高汤 大火快炒 爆发的咸脆口感是大受欢迎的招牌好滋味 出菜单一张张地来 她在炉火前走不开 虽然忙得不可开交 但对她而言 却是最有成就感的日常 吃这个很好 黄香 对 肚子有气它会排出来 它是要有一点偏甜 要是说它甜味不够 它就会有 吃起来会反味 椰汁 黄姜 绿咖喱 混合成浓稠滑顺的口感 带有盐奶香的绿咖喱鸡 浓郁出锅 店里卖的是它熟悉的家乡美味 却可惜开始 在台湾久久寻不到知音 我们都一直就是三个就相应文明 就是拼命地打拼 对 一直撑 一直撑撑的 有时候中午都没有开张 都没有客人的日子也有过 我还刷了三条 一起上啊 它是一起跟我炒的 厨房内 李美玲跟两个妹妹 推产冻锅 招募菜色没停歇过 回忆起刚开店时 只有三家凉亮的客人光顾 根本完全不比现在客人满席 厨房忙碌无比的情景 也不会做广告 也不会做什么 一天大概卖一千多 两千这样 两三桌 它就有些是点两三道菜 一直的努力 努力 努力 真的 怎么努力也做不起来 大面全部是糖 要是说不搅它就会搅 我本来就会 因为它的酱就像 我们家乡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家乡吃的比较浓 比较重 台湾的就比较偏淡一点 花费六年 不断修正的调味酱汁 让脆口的云南大宝片多了到第三辣味 让米店到台湾距离两千多公里 瞬间缩减为离 但在异乡埋头苦盖 却迟迟得不到相对应的回馈 让他们会心不已 有 有好多次都想要放弃 对 就是一直要坚持那么久 他有时候想说放弃了 还是不要做了 想说就是起头很难 万事都是起头难 没关系 我们再艰难 也是要给他拼命的 一定要努力熬下去 就是这样给他 大家互相打加油打气这样子 餐厅开了六年 生意还是毫无起色 这时 台湾又爆发了SARS 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 百业萧条 餐饮界也受到冲击 马上展开一波无情的生死淘汰 那个时候 中小道路很多店都有关掉 就写着顶 有些没有音乐 常来吃着 可能就说 人家店都倒了 人家店很多店都关门了 你们为什么那么多人 我说 我也不知道 这场17年前的灾难 许多店家避之唯恐不及 但这却成为他们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捩点 最后一个 努力到六年后 SARS来的时候就 店里面就反转 就比较 生意就好起来 那个时候 一天大概做两三个 我就很开心了 我说 就算卖不到多少也好 我就希望每一天有开张 有开张 我又觉得 对自己有信心 慢慢慢慢来 SARS成为意料之外的希望种子 终于 餐厅得以起死回生 转亏为盈 后来他们就说 SARS一定要吃酸酸辣辣 他就比较会抗那个SARS 这个是南疆 这是泰国的 香茅也是泰国的 泰国的这个柠檬叶这些 泰国的比较香 他们拿那个种来 台湾摘也不太 味道不太浓 沾了海鲜汤的关键 泰式辛香料 姜黄 香茅及姜蒜 独有的浓厚香气刺激着味蕾 搭配用虾头熬煮的高汤 菜骨料理色彩缤纷 滋味酸辣 李美玲凭借着家乡味 在SARS风暴中因祸得福 熬出一片天 我们看新闻还是什么 就是说吃一些酸辣的 就可以看增强免疫力这样 所以大家就来 熬厨头了这样子 对啊 又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嘛 对 原本空荡的门口突然大排长楼 李美玲虽然觉得困惑 但她对料理付出的心力 终于等到了被看见的这一天 今天这个店能熬是我本身会炒 本身调料 本身配料 所以我才能熬到现在 要是说靠师傅啊什么 就不会有这个店 没有薪水自己也可以熬下去 很高兴啊 就觉得啊 为什么突然 终于我有一点点那个成就感嘛 我说我终于老天帮我了 所以说感谢老天 其实李美玲最该感谢的 是她自己对料理的坚持 才能化为机为转机 寻觅了好几家 终于找到合适做凉拌菜的蓝钻虾 成本贵也没关系 她的蓝钻虾也没关系 她的蓝钻虾也没关系 这个蓝钻虾也没关系 开店前六年 三姐妹没有一天是处在无忧无虑的太平日子里 但李美玲总是在逆境中奋力寻求生路存活下来 缅甸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啊 就说来台湾打工看吧 来赚钱嘛 因为我们缅甸要赚钱是很难啊 除非说你资金很多 以前有在日本打工过 打工呢 存的钱又来台湾 那个时候就说能省就省 就在店里面用八个椅子铺着睡觉 她睡了八年 八年 对 就用那个木板铺起来 木板比较暖嘛 又用一点那个 店的盘子嘛 就这样睡 二十五岁来台 砸下全部的积蓄 为自己找一个机会 找来两位妹妹帮忙 就这样硬撑起一家店 这边姐姐没办法支付给我薪资嘛 我想说就减轻她一点负担 就跑到外面去打工这样子 客人没有 亲戚压力 房租压力 都很多啊 还有员工啊 那时候没关系没客人 就慢慢给客人接受 后来真的慢慢的 客人吃过接受 现在慢慢的好起来 想因为命苦逞过来 到现在店也开了二十年 但想到以前所经历的那些苦 依然历历在目 真的没有钱 赚了这些钱就 购给房租啊 员工啊 就是买菜啊 海鲜那些 大家生意不好 大家有些店也关了 妹妹就说 你跟房东说说看 可不可以这样一点 再次击溃了好多商家 也超点一度击溃了他们对人性的信任 不过亲手调料及对食材的把关一路走来没有变 舌尖上的美味构筑了祈福人生 跟料理一样 要有酸甜苦辣才有滋味 而李美琳尝尽百味后 过去的跌宕及迷茫 终究化为四方美味香气 萦绕在身边 随时准备好必定有成功的一天 稍后来看另一家电影也在SARS期间窜红 堪称火锅界传奇 跌头都没人 到那种程度 但我们这里是每天客满 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要很感恩 我们要很坚持我们的做法 我们要给客人最好的 因为SARS被没有倒包我们打卡 我一年修餐片 看菜 看一些清洁 看一些联工的心态 第一年到第十年 第十八年 那你可能会心态不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是维持一样